这是汉匪杨海涛团伙的一次日常抢劫犯罪 四个亡命之徒提着刚刚抢劫银行运钞车得来的20万赃款 突然看到不远处有辆白色本田汽车正在诡异的震动 原来是一对男女正在车内放飞自我 几人立刻兴致勃勃的议论难得能坚持多久 不料团伙老大曹安芳却对这辆崭新的本田雅阁有了兴趣 曹安芳根本不管身上背了几条命 直接就从裤兜里掏出来一把五四手枪 杀气腾腾的大步走到了本田汽车跟前 正玩嗨的男司机被突然出现的男人直接下软了 恼羞成怒的下车找曹安芳算账 老媒男人被一枪打穿心脏当场丧命 曹安芳又强行把车里吓傻了的女人赶了下来 因为觉得女人长得还不错 曹安芳非常罕见的并没有杀人灭口 而是招呼撒同伴立刻开上车绝尘而去 只剩下捂着双眼不敢看的女人摊在了男人的尸体旁边 而对于曹安芳这四个亡命之徒来说 这种抢劫杀人的勾当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毛豆媒长其实他们四个就洗劫了学校附近的加油站 当场打死打伤五名工作人员 抢劫财务十万余元 然而就是这样一伙穷凶极恶却毫无人性的亡命之徒 却马上要被一个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那就是他们真正的老大 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克星 超级汉匪杨海涛 原来曹安芳四人流窜到了杨海涛所在的北环市 由团伙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花裤子在酒吧当诱饵 专门物色有钱的男人做起了仙人跳的勾当 而花裤子竟然不时抬居地找上了正在酒吧独自买醉的杨海涛 风情万种地上前搭讪 老江湖杨海涛一眼就能看出花裤子是什么货色 又碰巧因为两天没嘎人而手痒的厉害 于是便向花裤子说出了大实话 同样身为亡命之徒的花裤子竟直接被杨海涛的气势吓坏了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但很快又盯上了一个貌似很有钱的老男人 一番轻车熟路地搭讪过后老男人很快就被撩拨得欲罢不能 而杨海涛则一直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着花裤子的精彩表演 一个宏伟的犯罪计划在这个超级汉匪的心中诞生了 很快老男人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花裤子出去开房 然而刚走到酒吧后面的小巷子花裤子的同伙老拐就气势汹汹冲了过来 老男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中了计可惜已经太晚了 另外两个团伙成员曹安坊曹安华兄弟也立刻冲了过来 不由分说抢了老男人的皮包 曹安坊更是直接把手枪抵在了老男人的脖子上 老男人直接被想贪了 仙人跳而已 有必要动用这种高级装备吗 在手枪的威慑下老男人一动也不敢动 任凭这伙歹徒把他身上的戒指手表等所有值钱的物件洗劫一空 屁股上又挨了一脚后 这才灰溜溜地抱头鼠窜 花裤子清点财物 光线金就抢到了一万多 这笔钱又够四个人浪一战子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就在四人兴高采烈的准备撤退时 却突然被一个面色阴冷的男人挡住了去路 正是一直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的杨海涛 干过刑警的杨海涛对付这几个小虾米简直易如反掌 即便对方手里有枪也丝毫没有一战之力 就这样杨海涛轻而易举地夺了手枪 并顺走了四人刚到手的一万多财物 不过身为超级汉匪的他自然看不上这区区一万多块钱 他这样做是因为有了更大的犯罪计划 很快杨海涛用这一万块钱请四人在火锅店喝起了大酒 并豪情万丈地发表了开席致辞 创演说 死孩子那些兄弟 咱们请他们可奉的一期算是怨分吧 来干杯 此时曹安坊四人还不知道杨海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都已经被他刚才的身手震住了 因此纷纷举起酒杯迎合 由衷夸赞大哥好功夫 老大曹安坊更是学着江湖老大的样子败起了码头 偷一件事就烦在大哥手里 实在对不起 以后还往大哥躲躲馆长 偷一次 你们老点来 干的怕不是偷一巴了吗 都干那些啥 你让我猜啊 把酒不离事 还是说出来好 见四人扭扭捏捏不肯说 杨海涛知道他们可能怀疑自己是公安 此时的曹安坊四人万万不会想到 面前的猛人杨海涛非但不是什么公安 反而是比他们团伙 还要狠辣无数倍的超级汉匪 让本市警方焦头烂额的特大连环碎事案 正是他的手笔 目前为止 杨海涛已经连害七条人命 他先是利用女友林亚云 将叶总会赵老板骗到家中 弄晕之后 五花大榜 然后放在冰柜里 活活冻死 事后更是直接将赵老板的豪车 以及办公室中 价值200多万的财物 全部据为机要 随后又用一根绳子弄死了假正贩子老爸 当场抢劫现金60万元 可惜事后发现全是假钞 之后 杨海涛又接连杀害了女友林亚云的闺蜜待月钱 接着闯进珠宝富商 为殷民家中 将其杀害后 抢劫财物380万 杨海涛不但杀人如马 而且处理尸体的方式极为变态 每次把人放在冰柜里 冻得硬邦邦之后 再用钢具切割成1000多块 然后故意抛洒在人流量最大地段的马路上 接连出现的连环碎尸案 让整座城市人心惶惶 警方经过不懈努力 近期终于确定了凶手动尸所用的兵柜型号 然而狡猾的杨海涛 却第一时间嗅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因此立马停止了杀人碎尸的犯罪行为 而是决定招兵买马团伙作案 一次性搞一把最大的 从而实现财富自由 这正是他此刻找上曹安坊等人的根本原因 他追问四人的犯罪经历 是为掌握这帮人的底细 以便更好的控制和利用他们 而曹安坊四人明显属于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类型 于是在杨海涛半真半假的激将法之下 立马就你一言我一语 把自己团队洗劫加油站 抢劫运超车 以及抢劫本田雅各等各种经历 全都讲了出来 本以为这些光辉历史 能让面前这位高人夸赞一番 无料杨海涛听了 却直接表示这些都太低级了 打打杀杀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每次都只能抢个撒瓜俩枣 而且还冒很大风险 接下来杨海涛开始正式进入主题 接下来杨海涛便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表示自己姓家 老家是河南洛阳 这个发大财的项目百分百可靠 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反正你们有四个人 还怕被我一个人骗了不成 事后 曹安访四人经过一番商量 最终决定贡献出手头上的三十万赃款 作为启动资金 跟着贾大哥合伙干一票大的 不得不说 汉匪杨海涛不但心狠手辣 更是高超的PUA大事 关于自己身份的说明 一句真话都没有 硬是骗来了四个亡命之徒 还有他们的三十万赃款 此时的曹安访四人信心满满 他们甚至暗戳戳的商量好了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了大财 怎么都好说 如果发现被姓贾的骗了 就直接灭了他 可惜让这四个亡命之徒 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最终还是被杨海涛一个人玩惨了 而且是勇士不得超生的那种凄凉结局 曹安访团队和杨海涛的大项目 很快就正式启动了 这绝对是所有汉匪中 最有创意也最有头脑的一次犯罪 让所有人都万万没想到的是 杨海涛的计划 第一步竟然是租场地开公司 他们在城市最高档的写字楼 租下了一间最豪华的办公室 不过曹安访表示 这档次还是不够高 装修进行的同时 杨海涛和曹安访开始在人才市场招兵买马 他们自称是本是最有实力的通讯公司 直接开出了八千块的月薪招聘客服小姐 而且还有六仙一斤各种节日福利 以及每年最少两次的公费旅游 反正这些就是随便说说 最后一条都不会兑现 很快两个漂亮妹子就被如此优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了 火速办理了入职手续 俩小姑娘都在梦想着成为高级白领后的幸福生活 却万万没想到从此刻开始彻底上了贼船 身边的每个同事都是手上沾满鲜血的超级汉匪 很快 这个由一群汉匪开的通讯公司便像模像样的开业了 叶总会小姐出身的花裤子摇身一变成了女会计 杀人不眨眼的曹安访则成了公司总经理 而杨海涛则担任技术部长 两个新来的妹子则担任网络客服 几个人每天轮流在网上瞎呼咬 将自己包装成最有实力的大公司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 实际上当然就是寻找适合下手的倒霉蛋 在杨海涛的骚操作下 果然很快就有大鱼上钩了 深圳的一家外贸公司派他们的副总和助手 携带500部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来洽谈合作 这批手机当时价值120多万 妥妥的一笔大生意 第二天曹安访和花裤子便来到机场 举着牌子迎接贵客 直接把副总和助手接到了市里最豪华的大酒店 公司所有员工一起上阵为两位贵客接风洗尘 副总和助手见这群人诚意满满 而且接待规格如此之高 顿时就完全打消了所有戒备 决定第二天就带着手机到公司进行交易 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 杨海涛当晚就以带薪放假为由 织走了两个新来的妹子 俩妹子一听放假还有工资拿 顿时开开心心地走了 却不知马上就有无穷无尽的大麻烦要找上门 因为杨海涛之所以支走他们 就代表他的犯罪计划要正式展开了 第二天一早 副总和助手便将500部手机搬到了公司 杨海涛、曹安房等人验货之后表示非常满意 当即表示马上支付120万现金货款 副总没想到这帮人如此爽快 立马屁颠屁颠地准备收钱 女会计划裤子很快把一个大皮箱放在了办公桌上 然而当副总看清皮箱里的东西时 立马就傻眼了 原来里边全是白纸 然而下一秒 总经理曹安房就直接掏出来一把手枪 旁边的助手听到惨叫声 意识到大事不妙 刚想跑就被老拐和曹安华死死地按在了墙上 与此同时杨海涛和曹安房已经把副总搞定 捆住双脚后嘴巴缠上胶带 两具尸体都拖进了礼屋 然后几个人按照原定计划 有条不稳的销毁证据 烧毁所有的文件合同 清除所有的指纹脚印和生活痕迹 然后花裤子提前跑出去找车 其余人则留下来搬运值钱的办公用品 这群人真是典型的咽过拔毛 一分钱的东西都不会浪费 此时正值深夜 大厦管理人员都在呼呼大睡 完全没人注意 这帮幽灵般的亡命之徒正在连夜撤退 当几人搬着东西跑出大厦时 花裤子找来的两辆出租车也正好到了 主打一个配合默契衔接自然 时间拿捏的分秒不差 全盘计划严丝合缝 这个只干了一锤子买卖的汉匪公司 就这样悄无声息的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了 杨海涛早就联系好了销赃渠道 因此 抢来的500部手机很快就换成了120万现金 双方来到郊外的河滩上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五五分赃 杨海涛和曹安坊团伙各分到了60万 此时的曹安坊对杨海涛佩服的五体投地 没动一刀一枪 半个月时间就把30万变成了60万 曹安坊特意摆了一大桌丰盛的韭菜 感谢好大哥 这趟省业 圈长大哥 兄弟不知说啥好 来 咱们赶礼一杯 来来来来 先赶礼一杯 来来 我请礼一杯 坐坐 然而杨海涛却并没有举杯 他表示自己就跟偶像百宝山一样 滴酒不沾 因为喝了酒就容易误事 这是身为汉匪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曹安坊等人一听 顿时对这位贾大哥更加膜拜 纷纷询问什么时候能跟着他再干一票 杨海涛淡淡地说了八个字 山高路远 有缘再见 曹安坊一听顿时动了感情 曹安坊说着 便把自己的五四手枪送给了杨海涛 不料杨海涛却并没有接受 反而提醒他 杨海涛说完便提着自己那份赃款扬长而去 留给曹安坊四人一个潇洒而伟岸的背影 花裤子甚至还在心中惆怅 直到分别也没能和自己的这位偶像贾大哥睡一次 实在是人生一大遗憾 四人酒足饭饱后 决定立刻带着钱回河南老家去 六十万巨款足够大家逍遥快活一阵子了 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 已经被杨海涛坑到了姥姥家 老拐从装着六十万的皮箱中拿了一搭钱 到玩具店买了几个玩具小汽车 准备送给老家的儿子 不料结账时却被老板叫住了 老拐你那钱是家的 不说八道这 那是家的 听看 老拐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刻让曹安华检查箱子里的现金 结果发现全是假的 没有一张是争吵 很显然 赃款被杨海涛调包了 原来之前杨海涛弄似假正贩子老八时 抢到了六十万贾币 这次正好一分不剩的 全都换给了曹安坊这四个大冤种 所以杨海涛等于白赚一百二十万 而曹安坊四人忙活了半个月 非但一分钱没赚到 反而赔进去三十万的老板 四个人意识到被坑 顿时气得蹊跷生厌 曹安坊当即就要去找杨海涛算账 可这时才发现他们 其实对杨海涛一无所知 就连假这个姓都是瞎编出来的 然而 作为这个小团伙的老大 曹安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于是便回到之前 双方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酒吧 根据杨海涛的长相特征 向服务生打听这个人的消息 万万没想到 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 服务生很快拿来了一张纸条 上面正是杨海涛的笔记 说如果有姓曹的朋友来找他 就去附近的金亭公馆见面 曹安坊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姓假的又在搞什么飞机 但被耍弄的恼怒 已经让他失去了思考能力 立马气势汹汹的一个人 坐出租车杀到了金亭公馆 可万万没想到 刚下车就被两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拦住了 不由分说 拖到路边就是一通胖揍 原来杨海涛早就预判到 曹安坊会找自己算账 于是便提前找了两个打手对付他 可怜的老曹 被揍得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 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手枪也掉在了地上 这时 杨海涛才不紧不慢地上前捡起了手枪 于是 一代汉匪老曹就像拖死猪一般 被拖进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 杨海涛特意提着水果花篮来杀人猪心 他看着脑袋上缠着纱布 整个人粘了巴基的曹安坊 还假惺惺地问他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老曹咬牙切齿地骂杨海涛太狠毒 不料杨海涛却一本正经地 给他上起了思想教育课 你没必要和我过不去 我完全没有理由不争死你 对不对 你和我过不去 脆脆酒吧 我有人 我只给酒磷 或者饮料下毒 你早就没明 再说那天 我让人直接就打死你了 要不 我直接就给你送到公安去 后面的情况 你自己也就请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 这些 我都没做 好家伙 这一说他反而成了心思手软的大好人 而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曹安坊欲哭无泪 你有难 我肯定帮你 欠 你不欠 这是明天的查票 我劝你 赶快走 再不要来悲欢了 答案了 走不走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不走 就每天安排两个大汉来问候一下 接着杨海涛又把那把手枪还给了曹安坊 像老大哥安慰小弟一般拍着他的肩膀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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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嫂 不要一副杨白老手苦手难的样子 你也没有使去什么 对不对 我是拿了你们的钱 这只能说你们太笨 主动给我提供机会 我也给你们上了一课 然后 拿了这个阀 也能去骗别人 也算 你们张我那门 省菜之道吧 碰巧就在这时临床来病人了 杨海涛临走之前 特意警告曹安坊 回去 给那几位朋友打成猴 这几条没见 我可想着他们呢 这一次再明显不过 杨海涛根本没把他们四个当盘菜 而经过这次挫败后 曹安坊也意识到 自己根本都不过杨海涛 所以 伤好了之后 就立刻灰溜溜的回老家河南了 然而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因为大厦管理漏洞 杨海涛等人 杀害副总和助手的事情 一直没有曝光 直到这天 清洁工在打扫房间时 闻到一股强烈的恶臭 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 清洁工便用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 此处早已人去无空 而寻着恶臭的来源 打开礼物的房门 两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 顿时映入眼帘 实行警队接警后 火速赶到现场 展开侦查 很快发现 这家公司在大厦办理入住时的 所有手续都是假的 凶手撤走之前 彻底清理了现场 并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根据两具尸体的身份信息 警方很快联系上了 副总和助手所在的深圳公司 因为一次性被骗了500部手机 加上副总和助手的神秘失踪 这位可怜的深圳老板 此时已经被坑得彻底破产了 随后根据两家公司的电话和网络交流过程 警方几经周折后 找到了杨海涛招募的那两个客服妹子 不料这俩妹子也是满腔的抱怨 之前招聘的时候 承诺每个月8000的工资 结果老板们突然就集体失联了 挨干了半个月一分钱也没赚到 另一个扎马尾的妹子就更惨了 上班期间被曹安坊和曹安华兄弟 轮流调戏前规则 说是只要把他们伺候舒服了 就能升职做副总 可结果被白嫖了半个多月 一丁点的好处没捞到 现在还成了嫌疑人进了局子 在这两个客服妹子的配合下 警方逐渐掌握了曹安坊四人犯罪团伙的信息 这才发现他们是一伙恶行累累的惯犯 之前曾犯下过抢劫加油站 运钞车等多宗大案 于是警方以雷霆之势 迅速对曹安坊犯罪团伙展开了抓捕 辗转河南 西安和山东多地 将老拐 曹安华 曹安坊和花裤子 这个罪恶累累的犯罪团伙全部抓获 最后通过对这几个亡命之徒的审讯 警方初步掌握了他们的犯罪首脑杨海涛的初步信息 随即刑警队便惊讶地发现 这个杨海涛 很可能和近期频发的特大连环碎尸案凶手是同一个人 警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梳理了碎尸案七个受害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证明他们共同的交汇点就是杨海涛 杨海涛的女友林亚云也由此正式进入警方视线 然而狡猾的杨海涛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无论对谁都极少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所以想抓杨海涛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先找到和他关系最亲近的林亚云 可惜林亚云早在两个月前就离开了本市 此时还不知道躲在了哪个鸡脚嘎啦 于是警方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调查林亚云的行踪 可没想到就连他的亲生父亲也对女儿支持甚少 林亚云原本对老父亲很是孝敬体贴 但后来自从跟了杨海涛之后 就很少再和家里联络了 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 好在林亚云最近给老父亲来过一封信 警方看到信的内容后顿时了然 林亚云在信上说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了杨海涛 然而现在后悔也晚了 自己没有脸面在面对父亲 必须要躲起来向使人赎罪 警方根据这封信判定林亚云是有八九是出嫁了 果然在经过一番曲折的调查后 刑警队终于在钟南山的寺庙中找到了一身素衣的林亚云 这个傻女人以为吃斋念佛就能向杨海涛害死的那些冤魂赎罪 却没想过恶魔只要还在人间就永远不会停止作恶 在警方的耐心开导和劝说下 林亚云终于交代了杨海涛杀害叶总会赵大红的事实 也第一次向警方交代出了他和杨海涛曾经的爱巢 实际上却是杨海涛杀人碎尸的地方 刑警队终于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杨海涛洞诗用的大洋牌冰柜 可惜无论是冰柜还是整栋房子都已经被杨海涛精心的清理过了 随后警方又搜出来一把板具 经技术核对和林亚云辨认 正是杨海涛用来分尸碎尸的工具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抓捕超级汉匪杨海涛 然而此时的林亚云也不知道杨海涛到底在哪 自从两人分手后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不过警方断定杨海涛对林亚云还是有感情的 毕竟当初林亚云已经知道了他杀人的秘密 可心狠手辣的杨海涛却还是放了林亚云一条生路 这证明林亚云是这个超级汉匪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软肋 于是警方进行了万无一失的周密安排 然后刑警队长亲自给林亚云做思想工作 你不要害怕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一切替我们安排 所有的环节我们都考虑到了 你只管给他打船壶 如果他回电话的话 你要尽量表现出来 你不想见他们的意思 另外特别注意 你不能流露出 你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了 林亚云根据刑警队长的安排 给杨海涛打去了船壶 约他到原来的小麦不见面 其实对于这次试探 警方并没有多大把握 毕竟此时的杨海涛已经手握数百万的赃款 想找什么样的好女人都不在话下 就看他对林亚云的感情还剩多少了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杨海涛竟然很快就给林亚云回了电话 而且言辞中满是真情流露 我承认我是骗过你 可是那都是为了让你少担惊受怕 可让杨海涛万万不会想到的是 此时警方已经通过电话定位 锁定了他的位置 所以根本不需要他出来见面 只要林亚云跟他觅外的时间越长 警方就能精准无误地抓到他 因此当杨海涛打完电话 决定立刻飞奔 去找林亚云破镜重圆时 楼下等待他的却是雪亮的警灯 和成群的警察 法网灰灰疏而不落 超级汉匪杨海涛就这样被抓了 特大连环碎尸案和一系列抢劫杀人案 就此告破 回顾杨海涛 罪恶累累 充满杀戮和鲜血的犯罪经历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刑警出身的他 本来可以拥有锦绣前程 却因为一时的贪欲 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近十条无辜的生命运 没于他的屠刀之下 连环碎尸案的阴影 更是笼罩在整座城市的上空迟迟无法散去 幸好我们的人民警察不折不挠 一网无钱 最终将杨海涛 以及整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给所有受害者讨回了公道